夏天高温的天气,让许多民众吃不消 想要搭乘高雄捷运萧萧鼠 却因为有一些车站,站体是属于半开放式的空间 让有些民众抱怨,好热又浪费电 而高捷经过了多方的评估之后 先选定了中央公园站 再进出口,加装旅门,减少冷气的外流 而预估,预估,这样的做法 每个月可以省下10万元的电费 天气好热,民众在外头已经走得汗流浃背 进入车站等着搭捷运,似乎没什么冷气,还是好热 年来旅游的韩国游客也热到拿着地图直删风 我觉得比现在两块一点就好了 很热,很慢 可能再降个两度可能会比较刚好 高雄捷运为了节能减碳采取阶梯式降温 主要出入口的穿堂层28度 后车的月台层27度 密闭空间的车厢则再降个两度 但对搭乘的民众来说似乎还是不够凉快 因此高捷选定了半开方式的中央公园站 加装旅门,减少冷气外流 首先在我们中央公园站有加车站的旅门 来控管一个冷气外流的现象 那未来也许会考量在一些相关的车站 甚至这样的措施 中央公园站每天进出站的乘客 将近9500人次 前后都有出口 只先装了两道旅门 有些民众觉得没有全部挡起来 意义不大 有点凉 那不需要抖买贵 那也是要折折那些人就这样 抬起来 反正就好了 这个都花钱的啦 半开放式空间 要完全杜绝冷气外流确实不容易 高捷想出这样的方法 初步估计每个月可以省下10万元的电费 如果效果不错将会扩大施行 希望给民众一个更凉爽的城城环境 记者郭彩燕孟昭全高雄报道